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没办法 其实我上次去罗马的时候碰着那个智丽的小姑娘 记得吗 人家就非常的好 愿意跟你们出来溜达 可是呢 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 你们走到哪儿来了 我都不知道 呵呵 这是个山区啊 先上上面看看来吧 所以说呢 这东西就是分人 然后昨天我在旁边那个地方睡了一个男的 但是这个男的长得太像女的了 而且逃过剧场 然后他在那儿一趴的时候 我以为他是个女的呢 因为他是光榜的 对你知道吗 我以为是个女的 我说这些女的怎么 在宿舍里还裸睡呢 然后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结果才发现他原来是个男的 因为他有胡子 哎呀 太搞笑了 而且他最搞笑的这玩意是什么呢 他在那个宿舍里吧 他躺的时候吧 他还用他那个 那个爪巾 你知道吗 把那个胸部给包上了 哪有这男的有这种动作的呀 卧槽 那倒是女的才有这种动作吧 对吧 所以感觉特别的诡异 看吧 这边可能是一个瑞典人的这么一个厚花园 看看银子这个小车 这是小车和车里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车库 露天车库 这个小房子盖的也不错 这小房子也不错 感谢观看